对于一切企业创办者来说,无论大小,其初是目的不外乎生存,而度过了生存这一关,创业则应更多地意味着回馈。 回馈社会,正是亚特兰娜华人企业家俱乐部ACEC的成员们,在这片土地上获得的珍贵感受。 我们首先看到美国的民众,在致愿参加各种服务。 我们更从历史中学到,那些成就了伟大事业的巨人,将他们的成功变成忠忠友谊或慈善的工程,使其生命的价值得以延长,并且因必后人。 ACEC虽然上市年幼,在这样一种友善的环境下,亦尝试着依自己的努力回报社会。 疫情期间,ACEC率先为武汉提供了大量的物资资助。 而当美国疫情爆发,ACEC又启动资源,采购西区医疗物资,将他们送到医院,警局,敬劳院,送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。 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,ACEC积极参与其中,举办各种讲座,并与竞选人对话互动。 这些努力,使人们更多了解华人的关注点和热情,已使我们自己获益匪浅。 我们尤其看到各种有才能的人,不同职业的人,年轻人,充满了睿智,充满了理想,充满了激情,正在努力展示和实践他们的才华和理念。 感受到这一点,我们已在心中升起激情,希望为这个国家的将来多尽棉薄之力。 真正参与到这个国家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建设之中,应该成为ACEC的责任和使命。 为其如此,才能帮助华人真正地融入社会。 我们将运用我们的经验和所拥有的各种私园及平台,既帮助华人发声,更扩大华人在美国政经方面的影响,并与各个族一一起,共同完善美国的方方面面。 BCEC正如清清了夜,这起获众人之关爱,长成参天大树。 CEC也限帮助华人之关于我们的实力,未必放松,未必放松不明。 感谢观看